哈囉大家好,我是達克 我這次要來講的是龍光挑戰奧塔版 這次奧塔版是怕魔防型的 魔攻型的講錯,怕魔攻型的 你看我的位置,我大概用難度3 就可以達到1200萬 然後我的隊伍是我之前的光隊 然後我換了莉莉,我莉莉用那個 這次的莉莉我是用 紅石,紅的灰石 把它補到刺了 然後呢,後面選擇其實我沒有認真 那其實應該要換 換一個 好,換這樣好了 然後呢 這次的隊伍呢,因為他會防風 所以我放了阿尼亞 或是你要放的是 這個,神的金棒洛基 也是有防風的 但是因為他的60等而已 他的血比較少跟防比較低 所以我選擇他 那 接下來就是會開始打 那這次的隊伍一樣 不是最好的隊伍 因為最好的隊伍 一定是現在的 組出來的 上司所 半混隊嘛 瘋火隊 對不對 那一定可以打更痛 好,我們開打 然後我比較不一樣 我放的都是提升自己的BUFF 我幾乎沒有放減輕敵人的BUFF 有些人會放減輕敵人BUFF 這也是不錯的選擇 一開始我就會放這個 減少對方魔力那已經20 我們先看一開始 他就是-100%的魔法耐性 我再降他12 我的技能 我的助理 然後再光屬性15%下降 然後放這個 再降 再降35% 所以到時候會50% 然後再降20% 會-132 他的魔的耐性 然後這邊又提升45%的魔力 然後我就開始用攻擊了 裡面就正常放 到第8關之前 通常都不太需要放比 在這裡 在這裡 再降到的 所以是有的 所以在這裡 他們可能會把他掛出 所以就要來 集中的掛出 用時的攻擊 會有挑戰 , 顏色上撐過第8回合以後 後面的就會比較好活下去 因為第8回合過以後我通常第12回合都會死掉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差別不大 就算了一遍 然后中方会起码三个一次放 但你看这种对我就有个缺点 因为我有两个利利在正常的主线是不可能用的 如果像现在死掉三只 我的后面就会有落差就不好打了 我这次的成绩就不会有1200万 没想到还是有 出乎我意料之外 所以你看如果我挡过第12回合那一集 那我的分数有可能会超过1300万 那你来看第一名的 你看他们都有流做弱化 像我的缺点就是我没有流 好啦那就这样我们大家下次见吧 这一次的主要重点就是说你要放 魔攻队 因为这边的奥塔对魔的耐心是-100% 对 那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喜欢我的话麻烦按赞订阅加分享 帮我充1000人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拜拜